接下来再来看到是在彰化的西武镇当地 有违章铁皮屋 过去违法在这边进行斗干措 雇用60多岁的富人来从事性交易 因为价格低廉 这开幕价还只要500到800 兴了大批的巡方客 甚至还有这网红来拍摄 有近50万的浏览人数 不过当地的民众已经多次检举 数号当天警方跟政府人员来拆除 不到一个小时将铁皮屋一成平地 怪手动工拆除铁皮屋 不到一个小时全部已为平地 方会同县府人员一大早前往拆除 这里是彰化西湖镇当地 一排俗称豆干措的违章铁皮屋 过往长期有人在里头从事情色交易 遭多次检举终于要拆了地方居民鼓手叫好 大批远警冲进豆干措 果然发现有客人和小姐在里头 这是以往警方查起的过程 仔细看从事性交易的女子 都已经六十多岁了 原来金银丝昌聊的七十岁翁姓负责人 过往犯下多起防害风化被判刑 去年她出狱后又在西湖镇当地 重启炉灶 还雇用花甲之礼的妇女 起初开幕价值要五百到八百元 后来一度涨到一千块 甚至由YouTuber来拍摄 游览量近五十万而爆红 如今二十多坪的铁皮建筑被拆个金光 以为平地 居民放下心中的大石终于能恢复正常生活 记者联员兵王柏英张话采访报道 嘉义一间私立的仁义高中现在要面临停招了 原本是以棒球队当招牌 结果现在整个学校剩下八名学生 还有一名的专任老师 家长抱怨说学生上学只能够自习 这样的高三生到底该怎么考大学呢 我们待来看 走进教室整个班只有八位学生 这也是全校谨慎学生 嘉义这间私立的仁义中学 原本以棒球队当招牌 明年即将停招棒球队走入历史 剩下的高三的同学 只有四位是棒球队的学生 所以我们学校的棒球队就自然的消失了 剩下八位全是高三生 未来没有学弟妹棒球梦就此破灭 遗憾 超纸化的关系也没办法 因为没有人没办法去打拳 还是想着棒球就对了 最爱的棒球没了 连课也没办法上 家长抱怨学校只剩一名专任老师 学生只能自习 这样高三生该怎么上大学 不会啊 因为我们那个也有一个专任老师 那有些课的话 我们都有请外面的兼课老师 学校未来将会转型成 佛教研修学院 智力培养棒球队 25年来聘请知名教练 全身实习光是棒球队就有60多人 确定不过少子化冲击 惊喜对比让人 不顺唏嘘 记者侯国文林 益荣嘉义采访报道 台南有位民众上网来抱怨 说他7月份手机费 多了一笔 7440块钱的小付费 到了8月更夸张 却高达3万多块 一查是念国中的儿子 在暑假期间 拿着这手机玩手游 来大手笔消费 现在这爸爸很生气 要痛批业者 说事前没有告知啊 但是大家留言 却是一面倒 认为这爸爸 你应该先修理 手里拿着账单大骂 很离谱 陈先生的儿子还在念国中 前几个月受到疫情冲击 三级境界 儿子在家拿爸爸的手机 玩手游 短短两个月 电信账单新增小额付费项目 8月7440元 9月34290元 两个月刷了总共 41730元 让爸爸气炸了 打电话到客服中心 只因门号上线5000元 为什么可以刷近 35000元 客服说 优质客户可以自动提升上线 网友再回 难道不用知会 笨人吗 客服说 有传简讯告知就可以 但网友继续质疑 为什么办理业务需要双证件 但提升额度却不用 客服继续回答 有传简讯就算数 还算说 手机给儿子使用代表同意 相信儿子还是相信电信公司呢 网友怒轰鬼打墙 事后把过程 po上网 但底下留言则是 颜面倒 你儿子真有前途 如果是我会先扁儿子 但就算小孩乱花钱 用家长手机狂刷 却不用核对本人资料 小保官认为不OK 要得到消费者的同意 不能够片面提高 电信公司则是回应 还在调查中 一进升级 小孩在家远距教学 空档时间玩手游 也刷出电信业 小额付费制度 潜在漏洞 记者在关张 王书宏台南报道 马上就要到了中秋廉价了 在国道一号彰化道原路段 每到廉价这边总是大塞车 过去为了要缓解车潮 所以就开放路肩来通行 不过看到最近在这边 正在一个实施彰化路段的跨越桥改建 所以路肩现在要封闭施工 恐怕会造成大塞车了 现在公务局也确实预估 在这个路段呢 跟过去的廉价来比一比 可能更塞 所以建议大家提前改走台61线 或者走省道 能够避掉塞车时间 国道上车辆来来往往 过往每到廉价期间 总是变成大型停车场 类似情况已在上演 但南来北往 行进中部地区的用路人 这回得特别注意 国道一号南下彰化道原林路段 这次的廉价当中的话 国一的一个彰化道原林路段的 现有增加开放路间的路段 会停止开放路间 约有12公里的长度 以往每逢廉价 中部地区地雷路段 就是国道一号彰化道原林 高工局为了舒缓车潮 会开放路间通行 但近期国一彰化路段 进行跨越桥改建 路间得封闭施工 恐怕影响中秋假期 造成这一带交通涌色 远程的路程 那也是一样 就是避开实践 另外廉价期间出游 观光局统计 中秋廉价订房率最高的是 苗栗县有六成 台南市约五成多 屏东县百分之五十一点六三 过往热门的花冬 却反而不到五成 至于台北市约一成多 相对清淡 而垫底的则是彰化县 苗栗旅宿业者指出 受疫情影响 南北部民众都跑到苗栗旅游 今年定房率情况和往年不太相同 但不论如何 民众还是千万不能松懈 可别让廉价成了防疫破口 记者连家庆王百英 彰化苗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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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